不过你放心 我们也算是认识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你在干什么 喝酒啊 我口渴了 但是你这儿又没有饮料 水也是冰的 还好有酒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小心 打碎了你的杯子 我明天给你买新的 你不是作家吗 作家也许酒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就作家才要喝酒呢 不然哪儿来的灵感啊 我以前还想吸烟呢 可是周恒不让 周恒 你见过他 就那天 在警察厅外面 站在我旁边的那个 他很唠叨的 什么事都要管着我 对我 也很好 以前是这样的 男人都很唠叨的 男人都很多 男人都很老的 支持你 新年 我跟你说 在我认识周恒之前 我还认识一个男人 比他更老的 他是一个记者 你跟他吵架 永远都吵不一样的 他能连续说话说两个小时 不喝一口水 厉不厉害 而且他长得好看 眼睛亮亮的 戴着一副眼镜 很有学问的 他懂日文还有英文 有一次啊 我攒了三个月的薪水 给他买了一件风衣 他穿在身上 莲华公司的经营人 都主动过来递骗子 想把他做电影明星呢 后来呢 回来啊 后来他就走了呀 你懂得吗 你懂得吗 哪呀 心都大得很 那你呢 我啊 我留下了呀 然后 就遇见周恒了 周恒以前很好的 阿文安 阿文安也很好的 好 她都不想泄 我去玩 到哪儿 我去玩 你 book 你去玩 我去玩 你去玩 你去玩 让我去玩 那儿 我去玩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 没有家人 没有 真可怜 不过你放心 我们也算是认识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呀 在上海滩也是有些面子的 以后啊 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你小心点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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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争气一些 好好做生意 你看看你这个地方 冷气得连这耗子都没有 就只有一只傻子 又能吃又贪醉 像我们这样的人啊 就要互相帮衬衬 这样才算是真朋友啊 对不对 别喝了 我是真的恨他 我讨厌他 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可我没想过让他死的 可我没想过让他死的 我真的没想过让他死的 你信吗 信 我会想到你了 好 我会想到你了 我会想到他 我会想到他 就痛快了 你呀 好吧 希望你回去了 能找到真正的朋友 以后呢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